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杨幂赵丽颖上演红蓝CP 85花近期状态曝光 网友评价却大不同 今年的百花迎春晚早早就开启了录制 虽然没有春晚的关注大 尤其是本次的百花迎春晚会阵容非常强大 但仍然备受大家的期待 不少人都非常期待两人同一个舞台的表演 聚齐了杨幂和赵丽颖两位85花代表 既官宣了阵容 近日百花迎春晚会发布了新年祝福VCR 也首次曝光了明星们参加晚会的造型 让整身看起来优雅优少女 胸前的圆形设计和腰部增加的蓬蓬裙摆设计 再配上杨幂的公主头发型 与普通的抹胸礼服相比 整个人充满了青春气息 让整个人的皮肤看起来非常的白皙 整个人优雅又大气 沙质的裙摆再加上大红的颜色 再配上中分的卷发造型 俨然标准的国泰民安脸 还有人调侃到 自古红拦出CP 避免了撞衫的尴尬 莫名的很想磕两位美女的CP 杨幂照丽颖的状态 这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除了服装之外 在同样的背景和灯光下 两人都录制了新年祝福 与整体的少女风有些不匹配 而且口红也过于深 但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宛若少女 与之前的半夏风照丽颖 又完全不一样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